我倒是希望看见心灵大师可以和这一位国学大师来对话一下 因为心灵大师是著名的佛界人物 他也的确是糖尿病各种疾病都有的 大家好,我是七华大叔,我为低碳饮食代言 最近看了一段所谓国学大师的视频 他对糖尿病的起因总结了两大原因 说得了糖尿病要么就是吃太撑 要么就是胃爱不长太多 看得我是一头雾水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 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 他对传统医学的评价说是有意无意的骗子 鲁迅虽然是文豪 但他之前的确是在日本学医的 他对传统医学的评价 我呢,不敢发表意见 不过我对这位所谓的国学大师 我倒是真的怀疑起来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不是所谓的有意无意的骗子 我是个功课生 我可能对国学无从评价 但是呢,国学这个范围真的是太广了 这样的所谓国学大师 他们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定理 无所不包 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评价指导 我只觉得有一点 他们跟现代科学的精神似乎是相差太远 糖尿病是不是吃太撑呢 他的确举了一个例子 说是和尚得糖尿病的人很多 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和尚们吃太撑了 但是呢,他又和后面这个原因 恰恰是互相矛盾的 出家人固然是吃素的 也不存在慰爱鼓掌的问题 这两件事是怎么扯到一块 说是糖尿病的原因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我倒是希望看见 新明大师可以和这一位国学大师来对话一下 因为新明大师是著名的佛界人物 他也的确是糖尿病各种疾病都有的 那么新明大师是愿意承认自己吃的太多 还是承认自己胃爱鼓掌太多呢 总之想象一下 这两位的对话肯定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吃的太撑和糖尿病有关系吗 应该说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 才和糖尿病有关系 也就是说吃了太多的米面糖和高淀粉的食物 血糖总是在高位 老是刺激胰岛的分泌 久而久之导致胰岛太过疲劳 最后技能下降无法控制血糖 最终导致了二型糖尿病 至于说胃爱鼓掌太多导致了糖尿病 我觉得纯属是无稽之谈 因为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导致糖尿病 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用科学原理解释得通的 而且的话呢 也是有大量的临床数据来支持的 而胃爱鼓掌与糖尿病之间的关系 毫无科学依据 总之有一个国学大师的框子 然后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对于这样的奇谈怪论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笑了之 可能有人会说胃爱鼓掌太多 然后导致肾虚 然后肾虚导致了糖尿病 那么肾虚到底应该如何定义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肾功能减退 而肾功能减退并不是糖尿病的起因 相反 它可能是胃岛素抵抗导致的一种结果 而导致胃岛素抵抗有二十多种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吃了太多的高碳水食物 也就是说吃了太多的米面糖和高淀粉食物 引起了胃岛素抵抗 然后导致了微循环的障碍 然后有可能引起肾功能的衰退 也就是说乙某素抵抗会引起肾功能衰退 也可能会引起糖尿病 但是你不可以把肾功能衰退 说成是糖尿病的起因 今天我在这里并不是想来贬损国学 也不是来贬损传统医学的 只是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个科学研究的态度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不能毫无科学依据 凭着自己的主观异端来下决论 就是国学大师也不行 这样的人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只会误人子弟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跟着清华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谈